Y 梦 笔 记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来说一个梦 梦见大概是在一个汽车保养厂的地方工作 清理汽车的方法有些独特 就是将车子挂在一面有铁架的大墙上 铁架子可以左右拉动转换位置 目前我则是在清洗铁架子 旁边停放着一辆Toyota四门的轿车 洗完这个铁架后 我又继续清洗对面墙上的铁架 然后就中午休息时间了 大伙说要去河边游泳比赛 一下子到了河边 比赛是从河的上游开始 经过一个小瀑布 然后到下游截止 一般人到河的上游去 准备开始游泳比赛 我则顺着河岸往下游 到了小瀑布 等在那里给他们加油打气 然后比赛开始 远远看见他们游得比较快的已经接近了我 我用手撩水泼向他们 一开始他们觉得我是恶意的向他们泼水 后来他们才知道我是在替他们加油 一串人游过了小瀑布 上游还有一些游得比较慢的 正在热闹之间 天上有紫色腰风突然卷起 好几股扭得像麻花糖的龙卷风 在上游的天空里舞动着 感觉至少有三股龙卷风互相纠缠着 武德像是在天上写草书一样 甚是吓人 大家躲的躲逃的逃我也非常的害怕 一面观察龙卷风的动向 一面巡视往哪里逃走 注意我说的是好几股龙卷风 所以很难猜得到到底哪里是安全的地方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只好慌不折路 右转逃进了一条巷子 穿过了巷子然后左转到了一条后街 此时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 我紧紧抓住一个纱窗门的门架子 身体向后沉入了纱窗里 咻的一声一股龙卷风跟着我穿过了那条巷子 直直扑向对面巷子口的一片防射 不几秒钟对面的防射已经是断圆残壁 哀红遍野名无聊生 然后天上撒下一堆的碎片 树叶像是撒纸钱一样 铺满了一地 非常的淒淒淒淒淒淒 我好大的狗运 死神插我身边过逃过了一截 我转身过了原来的巷子 回到了前街 向左看去 也就是河的上游的方向 那边也是倒的倒塌的塌 只能一个惨字了得 金魂未定之间我就行了 好这就是这回的怪梦笔记 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并转发 我们下次梦中再见 谢谢拜拜